下午,泰州玉环消防接到了报警,说一个男子把自己反锁在了五楼的出租房里,声称要跳楼。 消防人员好不容易破拆了房门,而里面的情况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 报警的是男子的女友小廖,小廖说今天早上他出门吃早饭,回来后却发现男友宋某反锁房门,在里面声称要跳楼。 小廖怎么劝他都不肯开门,怕门有出事,只好报了警。 消防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赶来后想了很多方法,都没能进入屋内,最后只能用消防符破门。 当大家冲进屋里,想制止宋某跳楼时,却发现宋某好好地躺在床上,边上躺着一个女子,没穿衣服。 原来小廖已经怀孕,而男友宋某却趁小廖外出,偷偷地和另外的女子在住处优惠。 没想到小廖回来得比预想得快,结果把人堵在了屋里。 宋某行急之下,反锁了门,慌称要跳楼。 被当众揭穿坚情的宋某不但没表示悔改,反而责怪小廖,不该带人冲进海。 京市新闻记者报道。